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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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們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團體 我們必須要跟政府呼籲 5月1號是所有受僱者的日子 軍公教是不是受僱者 是 他的僱主是誰 政府 所以他們也要放假一天 你說對不對 對 今年 政府原本行政議長都已經說要考慮看看了 到最後還是沒有放 我認為對受僱者 一樣是受僱者 非常不公平 在政府必須要跟勞工對談 很多政策來跟我們工會來協商 包括如果要修改勞保累金 一定要跟工會團體做協商 同意之後才可以修改你們說好不好 好 如果沒有跟我們協商 我們就跟跟他拼到底好不好 好 找 找你一起做功德 修勞基法 彈性放寬 勞工 做功德 我看你的年金砍光光 不怕困難砍年金 勞團夠勞工會夠勞 勞工 你夠勞 我看你的國家七天價 不怕困難砍國家 自信勇敢 功德台灣 我是河沛山 我說勞工建民是建民 我是總招科建民 做建勞工功德台灣 我是科建民 我們複習一下 過去呢 賴靜澤在院長的時候做了什麼事情 大家的聲音 我都聽到了 我作為這個行政院長 希望大家一起來為台灣做功德 那民進黨當時作為這個執政黨 說會負起責任 所以呢 砍了我們的國定假日 砍假休餓 砍七天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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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20以前 台灣民眾黨的立委 我們在衛環委員會 針對蔡英文總統 當初在2016年所提出的 勞工權益六大保障 從薪資要增加 工資要減少 非典要保障 還要降低主工會的門檻等等的承諾 我們一樣一樣務實的加以檢驗 我們非常遺憾的發現 2016年 當初執政黨 所開出來的支票 絕大多數全面 全面跳票 我們會履行 柯文哲 他所提出來的政見 也會履行 所有不分區的立委 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針對保障勞權這件事情 我們所開出來的支票 接下來請大家 睜大眼睛 監督我們的行動 監督我們在立法院 所推動的各項改革法案 我們主張5月1號全部休息 還有我們交師節 我們也是定為國定假日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真正的照顧我們的辛勞的 我們的勞工 無論是應該要爭取的薪資 無論是加班費的部分 我們都認為應該要來做修正 這一點是我們很務實很具體 給大家承諾 醫護人員的照顧 醫護人員的補貼 醫護人員的合理待遇 我們已經提出相關的修法 我們也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可長可久制度 能夠真正正正的保護 無論是醫護人員 或是我們最基層的勞動朋友 率先提出外送人員的權益保障法 勞動部行政院到目前為止 不願意正視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會持續的要求 在這裡可以跟大家承諾 我們會把大家的這些訴求 來交給尤其是接下來的勞動部 跟相關的行政部門 我們會要求行政部門 也包括要求我們自己 也就是立法部門 必須把大家的訴求拿來 做非常非常重要的參考 來保障更大的保障大家的權益 那尤其是現在家庭照顧家 要怎麼樣更適合的提出 我們先讓這個台上代表發言 我們會把這樣的聲音也一樣 我們會把它帶回到行政部門裡面 這都是公民社會的聲音 非常非常理解 那我跟大家說 你如果問我的話 我確實覺得 就勞資的議題 就勞工的議題 我認為確實做得還不夠 我可以很坦誠的跟大家說 我確實也覺得還不夠 作為執政黨還需要再做的更多 我覺得還是要很虛心的跟大家說 我們會做更多 我們也會把接下來的工作 想盡辦法的把大家的聲音給納進來 謝謝